山口百贵是日本的明星,他的70年代是很受欢迎的,在日本算是很有名气的,很受大家欢迎,他的长相也一度得到了大家的夸赞和追求。 直到今日,他退出这个圈子快40年了,但大家还是没有忘记他留下的美好回忆,依然很想念他,山口百贵少年就已经成才了,13岁时候就拿下了长歌比赛的奖项。 15岁时候唱的一道的舞女,吸引了众多一线明星,包括当时的梅艳邦和张国荣等人,不得不说他的实力相当让人羡慕,小小年纪就已经跻身到一线了,这个时候他还遇到了人生中的另一半,山口百贵和先生相处了整整六年,最后走到了一起。 在山口百贵21岁那时候就宣布退出圈子,破棄了简单的生活,之后在家里照顾丈夫和孩子,他的两个儿子如今也进入了娱乐圈,算是紫成母业了。 他的大儿子在唱歌上面还是有一些名气的,但是小儿子在演戏上却没有那么多名气,小儿子还是长得最像妈妈的,不过在名气上和无法和妈妈相比较。 但是他自己也表示,不会去使用母亲的名气来帮助自己,他还是愿意靠自己的能力完成梦想。 如今他的两个儿子,在娱乐圈都混得不是很好,但都是很善进的两位男孩,在才华上也不输给别人。 自己愿意努力,自然是很值得感觉夸赞的,可见山口百贵对儿子们的教育也做得很好,没有容许他们去走建路。 山口百贵这么多年都不在圈子,大家从他的儿子们口中,也做了一些了解。 他们表示妈妈都要忘记当年的自己了,看来是真的过上了闲人也和的生活。 他和丈夫结婚三十多年,始终保持着甜蜜的感情,他们从来都不吵架,真的很值得学习。 如今山口百贵已经59岁了,看了他的近照发现女神迟暮。 但可以看出她的脸上依旧挂着幸福,祝福山口百贵能永远这么幸福下去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感谢观看